HELLO 大家好 今次打木君 今次主要是想試新角色Journey 其實以單機一號來說 其實一隻阿通加兩隻小野 其實第四隻我一直都覺得背得手槍一般 因為他其實發揮不大 我分析一下背得手槍一般 因為他輸出方面不高 除非你開了抵力 但你不是每次都能控制到抵力 第二就是輔助性來說 基本上已經沒什麼 如果你要毒的話 直接用阿通是方便很多 因為背得手槍的毒是有個距離 而且要量度位 雖然阿通的毒都不一定是中了 但相對上會比較容易用 加上阿通是極運角色 這個不能取代 所以我一直以來都是覺得第四隻角色是不知落什麼好 所以今次章鳥一出就馬上試了 整體上的評價來說 章鳥是可以的 某些情況下也挺厲害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木君絕打熟了之後 我覺得只有尾血是難打的 因為那晚自己打 其實都賺了很多 基本上前面那邊是 偶爾都會卡卡那三條翼龍 但其他關來說是沒什麼難度 但尾血方面也是有時候會炒的 十八傷門 尾血是會炒的 最大問題就是尾血的血量不夠 其實有了章鳥在這裡 其實可以玩什麼玩到這樣 正常的 通常我打這關都是零血過的 因為一定是送兩顆地雷 直接騙死他 章鳥的絕招就開這個 最大可以開到四面回復牆 因為碰過的牆都會變回復牆 如果小野有文章力的話 你可以裝回復牆的加成 還有其他角色都可以不用害怕 最後只要回復牆 起碼都不是零血 只要黃下灣不打人 理論上你都不會死 大致上的用途是這樣的 章鳥是目前為一可以有回復能力的角色 加上章鳥不是單止回復角色 章鳥本身也有反擊殺手 所以若論輸出上來說 章鳥的攻擊力差不多僅次於小野 章鳥會低攻擊力的貝德手槍 有抵力的貝德手槍是比較高的 我自己覺得 這是沒有實際數據 我覺得貝德的抵力是高的 我沒有實際測試過 先說明 但有毒情況下的小野應該是最高攻 即是別人有毒 這關其實會比較麻煩 對我或者一些不懂打人來說 有些比較簡單的方法 其實有兩隻小野有時屈有情都可以過 我建議第一批龍就不要太早殺 如果你沒有把握 為什麼呢 因為你殺了他的CD會比較快 這麼快? 喔不是 如果上了就打不到弱點 正常來說有毒的話 小野應該一下秒到 沒辦法了 這裡又要弄一弄 好看位置 基本上你一開球的位置不漂亮 我建議不要勉強說要清掉三隻 你可以把下面的血液 對 下面的血液 阿通 這裡要看怎麼搞 嘩 我明白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單靠小野的友情可以殺到下面的龍 只要阿通這一刻上去片兩隻龍就KO了 我自己的習慣就習慣到一血會直接開小野 但現在這一場就沒CD好 嘩 殺不死了 哇 麻煩了 小野給他延遲有點麻煩 這場就沒絕招 看來沒絕招 這裡可以開章鳥 開不開呢 看看 這三條龍如果拖得慢 都不是太過癮 我自己覺得不開 OK 這下可以不開 因為有反擊殺手 大家留意一下 輸出力非常高 一脫其實就是用 到V方法 到V彈法 我完全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裡先做一個示範 不論起始地點在哪裡 只要瞄著對面角落 現在瞄著右下角 基本上軌道都不會差太遠 就是這個到V彈法 這個三批的位置有點噁心 的確 這一下就 嘩 都是瞄著角落 但這個位置有點硬 兄弟 有點硬 但你見到效果也是不錯 這就是我所謂的到V彈法 基本上我不會理起始地點在哪裡 只要不是太過衰 我都會瞄著對面角落 所以你就要看下彎哪隻動 如果下彎盤阿通動 那上面那批就不需要經過血牆 所以為什麼我剛才會先清一下下面那批 就是因為考慮到下一個位置在哪裡 二血其實來說 我會用阿通的主力攻擊輸出 其他角色可以選擇回血 這裡我強烈建議大家留下 會多一點血入尾血 因為尾血很容易不夠血 其實我強烈建議大家入尾血前 留多一點血 還有可以的話就留一隻角色在上面 然後下彎去動 因為一開始尾血 你需要清到上面那兩隻西側博士 如果你清不到西側博士 而他又這麼好死不死 就去延遲你的小野 其實你會很大劑 這似乎很糟糕 因為是三批那隻小野在上面 即是說如果第一回合清不到西側博士 他就會把最近的角色延遲SX 那一定會選小野 看這裡可不可以用 好漂亮 直接去看撞擊殺 先撞了阿通 令他有毒 小野就可以一下殺到西側 正常來說是不夠力殺的 我感覺到這裡 這一下好像殺不到 我感覺到 殺到阿 現在的人很大力 基本上如果你可以這麼順利殺到的話 都很難輸 真的是那句 很難輸 兩隻小野 唯一輸的可能就是你用力過度 即是你各家賣血賣到自己沒有血 賣血過度 如果不是正常來說 我們以書來說這隊一定夠 後台來說兩隻小野的絕招一定夠 阿通其實我不建議他搞太多東西 我建議他 都可以的 其實阿通 這兩隻翼龍有點特別 是很少血 其實你甚至不用扣血直接撞到弱點 都可以殺到 其實這裡也不會太輕鬆 因為我怕如果你太過 隨意的話 很容易會有意外發生 意外就是可能你不斷放在中間的兩個傷害壁 很容易出事 但其實都很難輸 其實這樣看我覺得就很難輸 你怎麼輸呢 四面會覆長 加上你本身小野又會吸血 所以其實 基本上輸的可能是零 去到這個位置 不是穿 有章鳥在這裡 打尾血的話 是會賺很多 就是這樣 順帶一提 我的木軍已經修神化了 成功了 因為我上次只差三隻 如果今次也受不了 很過分 那天我打了十幾隻 我自己單號賊 因為我不知道 我發什麼神經 用了半個小時 去試武科陣 不斷炒 那邊浪費了很多時間 我試武科陣 暫時已有可能 還是有點問水 最好的紀錄是入道尾血 但是不夠力 就是這樣 那這次章鳥的試用 來到這裡 整體評價上來說 可以抽 但其實那晚我撐木軍 最穩定的隊伍並不是章鳥 那到底我第四隻角色會用誰呢 那我們就留下 下一次的木軍片再說 拜拜